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休斯顿达拉斯高铁计划 罗伯埃克县长的雄心壮志 我和哈里斯县长埃克是数十年的好友 从他在年轻时代就代表我们这区当选为德州州议员 再又当选为大休斯顿地区哈里斯县县长 他的父亲也曾任过县长 可谓是政治世家 但是他早年也卖过保险 同时上过法学院 毫无官二代之陋习 他在县长任期内曾面临新奥尔良世纪大飓风 数十万人永至休斯顿 在他的领导和协调下 太空体育馆成了难民中心 同时也规划完成了环市之八号收费公路 即横贯市中心的两南区的西南高速 为休斯顿之发展 垫下了坚实之基础和蓝图 当外界普遍认为他硬更上一层楼时 他毅然离开政坛 专注于发展一条休斯顿到达拉斯的高速子弹列车计划 据他表示 原本已和日本安培政府签约贷款建造 但是由于政府更换 目前还未定案 但是这计划从2008年至今已经有13年之久 埃克县长今天来到达拉斯和各族裔见面 包括华裔 韩裔 印裔 尼泊尔裔 包括华人领袖 顾天鹏会长等代表们参序 这位德州共和党老大之一再度表现了他的亲和力 今天我们大家在美国面临了许多的挑战 但是 这是我们已经选择了的家园 我们必须体认到华裔下一代之生存和发展 我们一定要走进社会主流 参与公共事务 打造坚实质经济基础 才是自救之道